大家好,我是小颖,炸小鱼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吃,但是炸小鱼有人喜欢放面粉,也有人喜欢放淀粉,其实这种做法都不对,今天小颖给大家分享一个饭店里面的做法,炸出来的小鱼香气扑鼻,酥脆好吃,就算放凉了也不会肥软,制作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一起来跟着我的视频,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今天花了两毛钱买回来的沙钻鱼,大家是不是觉得好贵吧,我已经叫老板处理过了,但是鱼肚子里面还会有一些黑膜,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这样炸出来的沙钻鱼才不会有腥味,把沙钻鱼倒入碗中,接着倒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把沙钻鱼一条一条的清洗一下,特别是鱼肤里面的这层黑膜,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如果有其他内脏还没有处理干净的,一并处理干净,我们炸沙钻鱼一定要选择这种大小一致的,这样受热会更加的均匀,炸出来才会非常的漂亮,好看又好吃。 再把沙钻鱼多洗几遍 清洗好的沙钻鱼控干水分,再给它放入大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把小葱,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再用刀给它拍一下,这样更容易出葱香味。 拍好之后,直接放入沙钻鱼的碗中,再准备一块生姜先切片,然后切丝。 切好之后,也直接放入沙钻鱼的碗中。 接下来,我们来腌制一下。 往里面加点食盐,给它入底味,加入一小把花椒。 加两个八角,再加入几个干辣椒。 再来点料酒给它去腥。 炸沙钻鱼最关键的辅助调味品,白醋不能少。 往里面加一勺白醋,因为沙钻鱼的鱼刺比较硬还比较多。 加白醋,可以软化沙钻鱼的鱼刺。 先戴个手套。 先用手抓揉几下,给它抓揉出葱姜汁。 葱姜汁抓揉出来后,再充分地抓拌均匀。 让每一个沙钻鱼都能裹上一层葱姜汁。 这样不仅能去腥,还能增香。 大概需要抓拌三分钟左右。 抓拌至沙钻鱼充分地入味。 这样炸出来的沙钻鱼,才会入味又好吃。 抓匀后,盖上保鲜膜放一旁,腌制15分钟。 再准备生菜,把它切小段。 朋友们家人们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 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 切好后放一旁备用。 把沙钻鱼腌制入味15分钟后。 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 现在的沙钻鱼已经非常入味了。 而且腥味已经去除了。 炸出来一点也不会腥。 香酥好吃。 再把沙钻鱼取出来。 把沙钻鱼身上的姜丝和葱段都去除干净。 把沙钻鱼一条一条给它挑出来。 再放入另外一个盘中。 全部清理好以后,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方法。 准备一个保鲜袋。 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生粉。 再加入一勺面粉。 把生粉和面粉搅拌混合均匀。 炸鱼正确的做法, 应该用生粉和面粉两种。 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混合使用。 不能只用一种。 一比一混合,口感最酥脆。 因为面粉炸出来,口感太软。 而生粉炸出来,口感太硬。 所以二者结合在一起, 就做到了酥脆适中。 这样炸好的鱼, 口感是既酥脆又可口。 可以长久的保持酥脆美味。 其实很多朋友做这一步的时候, 不是加面粉,就是加淀粉。 其实加这样炸出来的小鱼, 都不够酥脆。 凉了也很容易回软。 而我们加入面粉, 和生粉两种混合使用, 就不一样了。 加入它们,可以使炸出来小鱼外酥里嫩。 就算放凉了,也不会回软。 接着把沙钻鱼给放到袋子里面。 还有一个,是我们炸沙钻鱼的时候。 沙钻鱼千万不要裹鸡蛋。 裹鸡蛋液的话,炸出来也容易回软。 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沙钻鱼放好之后, 再拎起袋子,轻轻的给它抖动。 让沙钻鱼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和生粉。 我们用袋子的话, 这个生粉就不会搞得到处都是。 这样鸡卫生又美观。 我们来看一下。 每条沙钻鱼都裹得特别均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是不是很实用呢? 接着,我们将沙钻鱼给它夹出来。 再抖掉多余的生粉。 然后一条一条的给它放入盘中。 全部处理好之后先放一下,不要急着去炸。 这样能使粉很好的吸收在鱼的身上。 炸的时候不会把鱼的身上粉脱落。 先来看一下是不是粉吸收在鱼的身上。 接下来将锅烧热。 倒入稍微多一点的菜籽油。 我们做油炸的时候, 最好选择菜籽油。 因为菜籽油盐点高, 做出来的菜会更加的好吃。 将油温烧至四成热, 下入筷子。 冒密集的小泡泡。 像这样就可以。 接着我们将砂钻鱼一条一条的给它放入锅中。 先不要着急搅动它。 这样可以防止粘连到一起。 全部下入锅中之后, 给它炸至定型。 像这样炸至定型以后, 我们再用筷子轻轻的给它拨动。 防止粘连到一起。 然后继续开中小火, 给它慢炸。 炸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给它轻轻的搅动一下。 这样受热会更加的均匀。 而且熟的更快。 最主要炸出来的沙钻鱼, 颜色均匀。 做出来好看又好吃。 我们这里千万不能用大火。 用大火炸的话, 外面的炸糊了。 里面的鱼肉不够酥脆。 一直炸到沙钻鱼表面颜色微微泛黄。 炸小鱼一定要有耐心。 一定要守在锅边, 时不时的给它翻动。 直到把沙钻鱼表皮炸的焦黄, 并且表皮变硬。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用漏勺控油捞出。 接着, 我们将油温生制七成热时, 把小鱼给倒进来复炸一遍。 炸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 给它炸50秒左右就可以。 这里我们一定要转中火炸。 时间到, 哇真的是太香了。 整栋楼都能闻到香味。 这样炸出来的沙钻鱼各个酥脆, 各个金黄。 接着我们将火关掉, 给它捞出来。 给它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吃起来焦香酥脆, 咸香味十足。 而且一点也不行, 连骨头渣都可以吃光。 特别的好吃。 炸好的沙钻鱼, 就这样吃也是原汁原味, 特别的香。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如果喜欢吃辣的, 可以撒点辣椒面烧烤料。 也可以撒点自然粉或者是椒盐。 如果喜欢吃甜的, 可以蘸着番茄酱吃, 也是非常好吃的。 一口咬下椒脆好吃, 超级过瘾, 都特别的香。 如果大家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点我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